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断裂的树枝直接插入民房的屋顶客厅现象还生 是白天的话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很吓人 刚好走到这里刚好要下来 不是马上 对啊 太危险了 天外突然飞来一根大树干 直接就插进民宅的屋顶 穿破铁皮屋让居民吓破蛋 你看这部又是风又是雨 我就请他赶快去串林 别的地方先住一下 大树干直接压到民宅的屋顶 其中一根树干不偏不倚 管传屋顶造成一个大洞 索性屋主当时在卧室休息才逃过一劫 这棵树的上面本身也是 树根整个已经都腐烂掉了 这长时间我们曾经有 曾经有报过这边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地方 那在大概在四年前 曾经在第七四项的七十号 也有发生过类似像这样子 也是打到那个李明住户的屋顶 倒下来的大树树根都已经腐烂掉 加上大雨压垮民宅屋顶 由于先前也曾经有大树倒过压到民宅 没想到又再次发生 我们之前跟里长有做过会刊 然后他们也是说没有立即危险 只是对于这个旁边的杂草 只是做于一些修剪而已 那我要建议市政府跟国有财产署 对于临近民房的这些超级大的这种大树 要定期的修剪 才不会台风来袭之前 台风来袭把造成我们这个汉市 大树压坏民宅市议员何淑平 立即通知区公所前来处理 先调派大型机具将大树移除 后续将要求市政府和国有财产局等单位 针对边坡树林进行整理 并做好安全维护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另外强风造成必杀公园 接连两天发生路数倒下的意外 其中有一辆货车连续两天都被压到 市政府产发处说 公园有保险会进行处理 公园旁的大树不敌强风 硬身倾倒当场砸中这辆货车 而倒霉的是就在前一天 这辆货车才遭到另外一颗大树击中 车主将车移到另一边停放 没想到还是遭殃 杜树类台风带来强风 借用必杀休闲公园接连两天 发生路数倒下 压坏一旁车辆 而原本不起眼的小公园意外爆红 原来公园临近必杀渔港 有大片的树药遮阳 是许多建车和货车休息的地方 在那边休息啊 就是在那边休息 尽管停车方便 但接连两天发生路数倒下意外 仔细看倒下树根都已经腐烂掉 担心未来会发生类似情况 市议员许瑞茨建议 虽然府要彻底检视公园大树安全 瑞茨在这里呼吁相关单位 能够预防性的进行老树的一个盘点 那如果有生命的疏忽 可以进行预防性的移除 来避免再一次的危险发生 因为这个区域是属于港区换园内 那我们对于港区内 有些公共意外的话 我们都有进行一些保险 那后续针对这个车子 有损坏或必须修复的一些费用 我们到时候会请保险公司来进行 我们都会定期去做检查 如果说那个树枝 那个枝叶比较过去茂盛 我们都会进行树枝 如果有生病的话 因为我们农管课这边有专门的 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些的检查 如果真的是有倾倒疑虑的话 我们就尽快把它移除掉 好在公园有投保公共意外 显受损的车辆都可以获得理赔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由基隆市政府和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主办的第六十三届全国科展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 副市长邱佩林代表市长出席致辞 恭喜获奖学校 也感谢各单位协助科展顺利举办 风向武道团带来精彩的演出 由基隆市政府和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主办的第六十三届全国科展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四百多件作品 进入全国科展竞赛角逐 现场揭晓获奖名单 听到得奖的那一刻 各校师生都很开心 第二名 零八零二零五 基隆市七堵国小 我们是在做百香柿子 用百香果皮之夜制成酸碱柿子 那在得奖的之后 我想要先感谢评审 肯定了我们的努力 然后还有我们团队真的很努力 然后还有老师也有帮我们 收集许多的资源 然后带动我们团队 也启蒙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兴趣 颁奖典礼现场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现场的贵宾致辞 勉励恭喜参赛学子 也感谢各单位协助 让基隆成办全国科展圆满顺利 在座都是很棒的基因的小朋友 你们是全台湾的希望跟骄傲 因为你们代表 你们的学校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不管今天得奖者是谁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 很开心这次活动可以让基隆拜 那我们也尽最大的努力 办好这一次活动 再次谢谢大家 希望这个活动是一棒接一棒 延续着 基隆有不缺席的地方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再次谢谢各位 也欢迎大家 忘了说一个很重要的 谢谢所有赞助的企业伙伴们 其中有我的好朋友 丑友的唐修凌在里面 谢谢你们 在所有的比赛 其实都只是一时的 当中我们的收获才是一辈子的 这个过程也希望同学 在今天的颁奖之后 胜不骄败不累 持续拥抱你的选择 你的所爱不要放弃所有的一个希望 能够努力继续学习 那评审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广幻的 去探究不同方向的问题 要不然如果我们都是延伸以前的议题 那么就比较难有沐浴心的发现 另外呢 对于实验设计 如果是自己制作的模型 那一定要事先先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做稳定度的分析 做敏感度的分析 这样的话对于你应用自己发展的测试模型 来做研究的时候才知道 它可能的不确定性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推了一个计划 叫科展杂根计划 也是说所有学校的话 我们都希望做科展的学生 他都有老师可以指导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未来这个计划 可以更加的延伸到各个学校去 因为现在大概六个县市的 相随上比较偏向的县市 有这个机会去培训 那我们希望未来所有的县市 都有这个机会 让真正每个学生有这个 对科学有兴趣的 可以让它势心发展 基隆今年有12件国中小作品 参加全国科展 共有5件获奖 七堵国小荣获国小组化学科第二名 还有信义国小 八斗国小 信义国中 中正国中 分别荣获各科的佳作与探究精神奖 透过探索科学的历程 开启学子对于科学研究的热情与潜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七堵模范父亲 继好人好事代表 进行表扬活动 扶会首长都亲自参与 市长还一度红了眼眶 坐在台下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 一度眼眶泛红 泪滴在眼眶中打转 看到摄影机赶紧收起情绪 就因为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卫在台上 致辞时的这一段话 我想这个模范父亲的表扬 除了表扬我们在座的模范父亲 其实我们也要表扬一下谢市长 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模范 所以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小爱大声棒 我也提外话一下 这个前几天我们共同参加了一个 这个全国科展的一个开幕典礼 小爱刚好下课来找爸爸谢市长 我想在现场参加开幕过程中 我觉得他展现出来的父爱 其实我当下是很感动 也很想流眼泪 我觉得对一个父亲 一个对小孩子的一个照顾跟疼爱 我想从谢国良市长身上可以看出来 据了解市长谢国良突然受感动 是因为女儿小爱 前阵子刚好身体微样 议长童子伟一席话 直接触动谢国良作为爸爸的心 而这段小插曲的现场 刚好在父亲节前夕 七堵区在七堵国校演艺厅 举行112年 模范父亲记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时 包括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 曾怡芳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议员都亲自参加 恭贺21位分别由七堵区各里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和12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真心表示 自己也是成为爸爸后 才真正感受到身为爸爸 对家庭以及孩子的责任 因此特别感谢七堵区 各里的模范父亲 也感谢各里的好人好事代表 对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我们是不是再次的掌声 来鼓励一下我们的模范父亲们 好不好 恭喜各位模范父亲 我很惊讶但是不意外 我的牧师今天也是 我们的模范父亲 他非常感谢 我想今天这个日子主要是要感谢我们的父亲们 包括小岳爸爸也是做的父亲才知道 真的父亲其实有很多工作也是很重要 一个孩子的过程中 不能没有母亲这是最重要的 但同时父亲的角色也是真正对孩子的事 就是说小时候看不出来 长大以后 一个好的父亲一个好的母亲 造就一个完整的孩子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其实讲真的 小岳爸爸以前不太了解这些 这些点点底底 但现在感受就非常深刻 所以对你们事实上崇高了敬意 另外对我们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也 谢谢大家在社会突出善心付出 基董市议会议长同志伟更是特地带领副议长 秀玉 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以及民进党立委 参选人郑文婷和市议员陈明健的服务处主任等人 一起在台上感谢受表扬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 我们要感谢所有父亲对家庭还有子女的奉献 建立起台湾照顾家庭为社会付出的传统 这也是我们基隆最纯朴的精神 能够获得模范父亲得奖是社会最好的领范 期盼在这充满幸福和荣耀的时刻 向所有的父亲都表达最深的记忆 每一位受到表扬的爸爸都非常不容易 相信每一个人在这家的背后 都有平凡当中伟大 不管是爸爸子女还是面对人生中的困难 都是值得令人感动还有光荣的小故事 最后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各里的好的好事代表 你们都是我们继承最美丽的风景 拦烧自己奉献他人 付出无所求的精神 值得所有人来学习 尤其是我们政治人物 各位都是我们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贵人 期许这善的能量 期许在基隆绽放 在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家隽等人陪同下 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庆祝父亲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台日浮轮社培育新血人 希望台日双方的青少年朋友羽球会友 台湾和日本的青少年混搭一起比赛羽球 这是由国际浮轮3490地区 基隆东区浮轮社主办 新北瑞芳浮轮社协伴 邀请来自日本属于基隆东区浮轮社 日本姐妹社的八代男浮轮社 办理的台日浮哨团交流活动 特地在新北市瑞芳高宫 举办延移性质的羽球比赛 希望让台日双方的青少年朋友羽球会友 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培育浮轮社的新血轮 并结合了日本的八代互动社 八代扶哨团的六位同学 以及台湾的瑞芳扶哨团五位同学 还有新北恒映高中的扶哨团三位同学 还有基隆安乐高中扶哨团的八位同学 一起来做这次的扶哨同学交流活动 然后希望这次同学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流活动 就是可以他们这次会有做公益 也有做体育交流体育竞赛交流 然后也有去就是参观 带他们参观我们台湾的一些风俗文化 还有一些景点 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活动 让他们增加国境观 然后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些发展一些服务 有更好的发展跟影响 那这次很开心能够有八代男浮轮社 他们带着他们的扶哨团一起来台湾 跟台湾的这些扶哨团一起来交流 那今天是一个渔球的一个活动 我想渔球是非常适合东方人的体型 也是日本跟台湾一直以来 都在推展的一个运动 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可以让双方有更深的一个情谊 属于扶轮社体系下的扶哨团 由12到18岁左右的青少年组成 由于基东东区扶轮社本身没有扶哨团 因此特地邀请友社 新北瑞芳扶轮社及扶哨团协办 这次的活动 而新北瑞芳扶哨团就是以瑞芳高工为基地 以瑞芳高工学生为主体所组成 未来在进阶层扶轮社有 很开心就是也可以让我们瑞芳社所辅导的扶哨团 可以参与这一次 然后可以促进国际交流 然后认识彼此之间的文化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今天能出办这个活动 让学生们有一些很好的回忆 也可以认识到国外的学生 扶轮社创立扶哨团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服务社区啊服务地方 也从大人们身上以及同学们身上 还有团员们身上学到了非常多 台日双方扶轮社长也在一旁 自己来一场友谊赛 虽然语言不完全通 国语日语英语台语夹杂肢体语言比手画脚 反而更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增进情谊 记者吴俊松新北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共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策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 送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以日系海洋为主题的 沙湾生活节周末登场 连续三个周末 在基隆右赛司令部校官眷社 进行御医体验 和风文创市集 及手作体验的活动 欢迎民众一块来感受 历史艺术与文化的常载感 音乐和表演 还有御医体验 山湾生活节热闹开幕 以日系海洋为主题 有趣味的互动表演 基隆基隆 那我就带了很多只的基 来这里跟大家普天同庆 还有文创品牌市集 更酷的是周周都有御医体验 专业的工作人员帮您穿上御医 编织发型让民众从休闲生活中 感受历史艺术与文化的常载感 在日本的七八月份会有烟火大会 日本人都会穿着御医去欣赏这个烟火 这边有一个日式风情的一个军官的一个校舍 那这里也有寓意的体验 欢迎大家来走一下日式风情 这里有和服体验很好玩 提升沙湾历史文化的生活体验感 邀请更多的民众参与 基隆士文化基金会策办以大沙湾历史园区 为基地的沙湾生活节 融合文资场馆 特色体验和娱乐活动等元素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沙湾生活节 从今来开始每周末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活动 让大家来体验我们的市集 还有我们的表演以及我们的御医 希望可以带来给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更欢乐的周末时光 展现过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让沙湾再次成为市民和旅客的日常休闲场域 不只办活动活化基隆要塞司令官邸 校官眷舍 八月底预计要完成数位导览系统建制 以更便捷的方式提供民众了解沙湾历史文化 让我们整个大历史场景文化主机 都整理完成把它变成一个公园 那我们现在需要透过文化局的元素跟活动 办更多的活动让它的灵魂可以引出来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基隆的历史环境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值得我们市议会来继续支持 山湾生活节即日起到八月十三号期间 每个周末限定举办 欢迎大家来观赏互动展演 逛逛四十五个文床品牌的市集 还有御医体验哦 一起来感受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的魅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这个巷道转弯处 没有画红线到底可不可以停车呢 有民众因为遭人检举 一连收到了七八张的罚单 市议员正文庭和仁爱区厚德里里长 特地办理会堪 邀请交通处人员与警方到场讨论厘清 画面上是仁爱区龙安街198项附近的路口转弯处 当地停车位一位难求 有民众看到转弯处没有画红线 就把车子停在这里 结果遭人检举 回国后一连收到七八张罚单 而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出现 市议员正文庭跟仁爱区德后里长 共同办理会堪 邀请市府交通处人员与警方到场讨论厘清 目前我们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民众的诚情说 在他这个没有画线的区域他停车了 但是在交通法规上他是不允许停车的 那所以造成民众误会 他即便是说他出国了三个月 他回来陆续收到七八张罚单 这个部分都是无解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看说把这个区域画上红线 让民众能够知道说 这个路段是不能停车这样子 那因为三坑地区停车确实不方便 因此交通处认为说 这个地方应该要让民众有一个方便性 可以在这边停车 可是按照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 转弯处就是不能停车 因此很多民众在这个地方被检举之后 就收到红单子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不能停车的地方 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不能停车 因此建议以这一个明确性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画个红线 让明确能够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 那也希望民众在停车的时候 能够注意到这个红线的区域是不能停车 还有转弯处也是 纵使没有画红线 还是一样不能停车 以免受罚 会看结果 市府交通处将在这个向道路口转弯处画上红线 提醒停车的民众多加注意 而针对龙安街的向道 停车位严重不足 里长表示将努力为李明 寻找适当的停车地点 议员郑文婷也将持续来协助争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旁的烟场路上 竟然有民众划划板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巡逻远警 发现后立即前往制止 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 开单举发 询领远警一发现路口上竟有民众 玩起划板立即前往制止 并开单举发 这样夸张危险的行径就发生 在台北市烟场路上 疑似要到园区参加相关活动的男子 竟然不顾来往车辆 直接划起滑板穿越路口 被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8条开出法单 当日松烟文创园区举办相关活动 吸引滑板爱好者前往参加 少数滑板爱好者违规穿越道路 经警方发现上前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78条予以举发 警方呼吁行人物任意于道路 奔跑 吸系或使用滑板 以免造成自己与他人安全危害 警方表示包括滑板 滑板车及直排轮等运动休闲工具 建议在封闭区域或是相关运动场所使用 以免影响交通 威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而受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勾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活动官网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显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牛干一面 嘿 不要跑 小不点不怕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哦